Hello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姜姜 好久不见了 那今天的姜姜就来给大家做一个久违的开箱 登登登 工业人呢给我借来了这个新推出的大师酱团系列的视频 他们这个大师酱团系列呀 采用的是古法至今的工艺 融合了烟精发掘 非离记打造而成的 那之前呀我今天他们活动的时候呢 我就有了解到了 这个烟精发掘呀 还是以前同事运用的这个奢侈品工艺哦 让我们先来拆盘第一款看看 这个呢是一条很有这个古典面味的吊坠哦 你看这个像不像的竹子 那它的设计很软的 其实是来源于同古的竹林 所以呢叫做知竹常乐 是很美好的主意 这个戴上是不是很有个性 我感觉呀送给家人啊朋友啊 也非常的适合 让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第二款 这是条手链的好好看 那这条手链的设计灵感呢 是来自于瑞兽 寓意是驱邪避灾 护佑平安 能够带来浮衣绵绵 它这里呢你看 还用了这个青蓝色的画廊原权 低调又很优雅 是不是 觉得很好看 好了 再来看看最后一颗 它这个造型好独特哦 这是一个八边形的手续 它这款呢是由国家系的公立美术大师监制的 那这款手链呢 它看起来这个内缘 外方 露空的这个设计呢 让它很能力啊 也更加了这个有层次在 那佩戴在手上 也很高级 很时尚 渐渐的这个青绿色的发廊呢 也能够让非常地穿淡 更加的吸睛 夏天来了这样随便一搭 一趟白天啊 或者上班 通勤的穿淡呢 都能够轻松地活住 而且我觉得这个手链啊 和这个手锅呢 是可以携带的 很好看 这个穆金远大师监环境啊 只是为最重要的人 精美的精致 承载着青年文化和飞鱼记 它呢不仅仅是一件饰品 更是我们对真实质人最好的情感表达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见 拜拜